皆各有本愿 以成熟友情 严禁佛徒 菩萨一直修行假惯 便能升起 持智慧力 持祭为宇宙 为诸佛本智座 愿助持诸佛 你今天不要犯诸佛的 不必发到诸佛的愿 你今天如果能够发个愿 说我这辈子要持大悲咒 十万八千遍 就不得了了 很多人都已经迟了 不过不晓得用什么心迟的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 七七的 脱到家人了 而且七七的 就好像有时更没迟 这样子力道就小了 力道就小了 对不对 这就做了 如果你发这个愿 就已经不得了了 不要讲说我要度众生 你发的 我往生咒 你一百万遍 一往生咒比较 比较短嘛 这个都不得了 这个孩子就值得赞叹了 我就放 度量无边众生 那没有办法了 那个很难的 没有这个能耐的 所以发那个 不要说发佛的本愿力 这个难 可是众生有可以发 我要完成的人念头 有的人发愿言咒 一天要持七遍 五会的 五会愿言咒 有的人一天要持十遍 二十遍 这个都我们都很赞叹 有的每天送金刚经 所以这就做呀 凡夫必须啊 借经咒念佛来设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修行啊 还没有达到究竟解脱之前 我们暂时用依靠的 依靠佛力啊 念佛啊 依靠咒力啊 加倍我们啊 依靠诵经啊 欣喜 这个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都不定功课 他就茫茫然 他只要困境 我们才会冲烧 对不对 阿弥陀佛 念佛 他就说 すみません啊 我几天要休息 他会做对不起 因为 万里不够凶 万里不够凶 对不对 因此我们就要知道 如果我们有定功课 我们的凡夫的心 他就不会算了 我今天功课还能做 当然这是一种 用一种凡夫 最直接了当 最受用的 是这样子做了 那如果 要不然你凡夫 你也没开悟 没进行 没办法度终身 要整天无所事事 也不做功课 那不行 所以 诵经 佛力会加倍我们 念佛 佛力加倍我们 持肉 佛菩萨会加倍我们 所以 你看 如果有人持大悲咒 只有一个大悲咒 对不对 灵命中 十方 清静国度 随应往生 如果没有这样 观世音菩萨不成佛 观世音菩萨是 过去正法明如来 现前观世音菩萨 当然能够满 你的大愿 当然那个念词 那个咒要自成恳切了 对不对 如果有人发现 念三十万遍的 往生咒 那么 在这个经典里面 写得很清楚 平常 念这个往生咒 祝阿弥陀佛的佛光 祝点啊 无助灾难 就是没去做的 那个 那个 司马库斯 那关的事情 对不对 而司马库斯那个事情 其实 是实在很严谤的 对不对 一辆车子要下来 一辆车子要上去 而且熄火 那个可能 现在有两种讲法 说 那个司机 反应太慢 因为没有拉手刹车 可是那个司机 意思是说 当时后 乱了 因为那种车子 是熄火以后 都退路 没有办法 刹不住车 现在两种讲法 一个下来 一个上去 熄火 就倒退路 翻下去 翻下去 350公尺 350公尺 多高你知道吗 三公尺一层楼 350公尺 超过台北101大楼 那就遇到整个 对 只有一对夫妻 噴出去 挂在树上 树上高高挂 那个 夫妻没死 也死了13个 我看到这个 哇 吓一跳 数码库书 我们讲堂刚刚去过 哇 这怎么得了 这要死 法师六七个通空往生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真的 听到就 噢 那一天晚上 我就很难过 还好 还好 法师六 后边有帝宸 帝宗 菩萨去听 噢 那 咋子 那 整团还好 平安回来 啊 所以 就还好 啊 还好 就还好 就还好